俗话说,血管干净人不老,有这样的一句话人与动脉同瘦,这句话相当浅显,但是是令人受益匪浅,大概意思就是说,血管的寿命有多长,那人就能活多久。 所以说养血管就是养命,一个人的血管有多老,人就有多老,血管中会有水垢,血管中也会有水垢,当这些水垢在血管中堆积的越来越多时,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,血管越来越堵,不仅会加速人的衰老,还会损害身体健康。 血管垃圾的克星,每天坚持吃一点,血管干净人年轻,海带中含有大量的点元素,能起到不点的作用,同时海带中含有丰富的塩藻多糖鸡昆布素,这类物质可以清除血管垃圾,能有效的预防脑瘦栓,以至动脉中样硬化的发生。 吃法,海带炖排骨,材料,排骨,海带,葱,姜,香叶,做吧,一,将排骨用水紧一下,捞出,二,做凉水放葱姜香叶,不要放花椒大料,三,水开后,放入超好的排骨,将海带切成小块一起入锅,四,大开后,进入小火炖,一个小时急熟了,花生米也是能够起到清除血管了。 垃圾效果的食物之一,花生米当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,不饱和脂肪酸有非常明显的,能够将血管垃圾置换出来的效果。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持血管,必得垃圾被清理干净,而且花生米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,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。 菠菜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,而且菠菜还可以置换出血管当中的垃圾,使血管当中的垃圾和人体新成代谢的垃圾融为一体。 跟随人体新成代谢被排除体外,喜欢吃菠菜的人都知道,菠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,这对人体也是很有好处的。 所以如果血管当中有垃圾的话,平时就应该要多吃菠菜,但是如果自身本来就有痛风症状的话,那就不能通过直播,再来清除垃圾,否则菠菜会加重自己的痛风病情。 要想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,在日常的生活中,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西红柿,平时就老年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多吃西红柿,可保持血管弹性。 因为在其红柿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、毒精,它具有提高体体感化能力的功效,同时还能帮助人体,消除自由基等血管垃圾,从而还能有效的预防血栓的形成。 燕麦中的多分类抗氧化物,燕麦恩仙案有助抗性延征,阻止去刷形成,抑制动脉中要硬化,燕麦含有维生素乙,可以预防感固醇堵塞血管,清除体内垃圾,也有非常好的酱糖,降压功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